在瑞芳的小追路古道附近 有金黃色的峽谷 與一座座美麗的瀑布 其中大鬼瀑布便是一座 適合新手探索的所惜路線 挑戰者們不只可以從8米高的瀑布 一躍而下 還可以在清涼的溪水中 欣賞一旁險峻又漂亮的劍龍林喔 這次基因不只會告訴大家 如何抵達大鬼瀑布 還會帶大家到更裡面的小鬼瀑布喔 Let's go 大鬼瀑布 哈囉 大家歡迎來到AutoJIM 今天我們要去爬大鬼瀑布和小鬼瀑布啦 沒錯 我們現在就在工廠旁邊 那這個地方就是那個之前的礦區工廠的位置 但這個已經廢棄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從下面那邊的半平溪出海口的大排那邊 從下面慢慢潛下去 一直往那邊溯溪往上走 就會到大鬼和小鬼瀑布了 那首先大鬼瀑布是一個水量比較充足的地方 小鬼比較小 不過要先越過大本路 就是我們要攀岩上去 才有機會到達小鬼 那希望這次行程一切順利 Let's go 大家看到這邊就是那個隧道嘛 今天半平溪出海口 那個地方就叫瑞能橋 那下去的方式我們會從旁邊那個綠色的草裡面 這樣子下去裡面 然後下面走走走走走走走 就會經過這邊一直往上走 就會是我們的路線囉 大家記得我們走在大盤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走到上面的土地 上面的土地是那個工廠區域 像是私人的土地啦 就是不要擅闖 你看這邊就出海口啦 往上面鑽過去囉 看到這邊有一個往工廠上面繩索路啊 那邊就先不用上去啦 回程可能還往那邊走 先從下面繞過去了 欸 好啦各位這邊應該算是第一個小小難關 它算是中間一個深潭 然後但是不用太擔心 就是中間很深 大家記得要泡著橋那個方向走 因為水位就會比較淺 所以我們這樣慢慢繞過去的話 就不會有問題了這樣子 好看那邊就是四方亭啦 那個是劍龍嶺的一條舊路會經過的地方 然後還有翹翠嶺會經過這個四方點 不過後來的人 就慢慢不會再走這邊了 因為後面新的路算是比較好走 那想去看 就用林嶺路路線的影片的話 可以接這邊連結這樣子 後面是粉紅色的工廠 過了工廠後就會進到大水管路 但最精彩的當然不是剛剛那個小小啊 就是這一個 這個超長的水管 生不見底 那麼進去囉 好 Let's go 好玩好玩 那大家可以看到前半部的路線啊 南沙坝那邊之前 你會看到一些水是比較 偶爾有些赤紅色的啊 或者是有一些泡沫之類的 那這些不用太擔心 是不是什麼 很大的污染之類 是因為這邊原本就是礦場 礦區 那這邊地質就是很多 充滿礦物質和鐵質 所以才會造成這邊的水 在比較下游部分 會比較有那種赤紅色的現象 陰陽海是會這樣形成的 並不是旁邊的工廠有持續污染 不過有些人碰到這些水啊 還是會覺得有一點小小癢癢過敏的感覺 所以回去後一定要記得 還是要好好的清洗乾淨 那如果回去要怎麼清洗呢 隆重介紹我們這次的乾爹 登登 安安 簡單濾生火 它全部是紙包裝 沒有任何塑膠 安安安 簡單濾生火 它是個懸品店 特地注重去天然環保相關的產品 再次這一個產品 就是我們的HIGHBAR洗髮蛋 也是注重用 塑膠包裝天然產客和天然產 它其實是滿容易定型 然後我還就是忽睦 我覺得這感覺滿好的啦 我們這樣戳一身完以後 其實就有泡沫了 它的泡泡非常非常多 吸起來感覺是非常的口皮舒緩 而且它覺得淡淡的檸檬香氣 味道也就是蠻顯然的 會讓檸檬香氣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這個事情是不能影響到環境或生態 包裝是沒有誰用的塑膠包裝 它還是兩下人 意思就是說 沒有讓很多動物 或者沒有很多動物 受到傷害這樣子 它是沒有用動物去做化學系的 嗨! DV的酷香 好厲害 然後把鏡頭 送到外套層 好啦 觀眾朋友 後面這邊就是我們第一個攀爬的地方 藍沙吧 那可以看得出來說 上面水這邊下來以後 就變得清澈非常多了 那上去的方式 除了中間可以有沒有架神手以外 左側邊也有方法可以直接攀爬上去 那看有沒有前人留下繩索啊 如果我爬不上去的話 就靠我們自己囉 Let's go 這邊 然後那邊的繩索可以直接上去 或是從那邊高繞 上去就可以了 上來這邊就是很漂亮的無邊際游泳池啦 那其實大家可以發現說 過那個藍沙吧以後嘛 除了水這邊比較清澈以外 再來就是說 水變相對的平緩很多 因為這邊地形開始變得比較平穩 那下面我不知道是 就大致然就是那樣的行程 還說是他們特別設計河道 故意把這種傾斜一點 比較方便就是排水這樣 那總之到上面以後 走起來路來就比較輕鬆囉 大家看後面那一邊吼 這邊就是建隆林的起攀點這樣子 然後一種那邊走 然後進入那幾個很高的腳啊 翻過去之類的 建隆林這一條非常經典的 嬌山之王路線啊 非常適合在於 早上不下雨的時候來趴 要下雨的話絕對不能去喔 那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好了我們現在爬到這邊 應該已經離大鬼瀑布不遠了啦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那邊嗎 有一個黃色的繩子 那一段是如果大鬼瀑布那邊 沒有帶繩子翻不過去的話呢 就會從大鬼瀑布往回走一點 然後從這個繩子繞過去 翻過進入你的一點路線 所以小車追入古道一點路線 再到小鬼瀑布 那不過我們這次有駕駛 所以應該不用太擔心 會繼續往前走 那下次有機會再這條路吧 好漂亮的這條路線 後面這邊啊 記得往右邊那邊 往回鞋上槍 好各位我後面這邊就是大鬼瀑布啦 就是我們這次要挑戰騎車 可以看到我們兩個泳者已經進去上去 要嘗試 我還以為他們要嘗試駕駛 原來要跳水 看能不能爬上去 如果不能爬上去的話 可能等一下是我當攻擊手 上去駕駛 透過這邊再上去我們才能到小鬼瀑布 那我們從剛剛過來這邊 我們應該花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吧 但如果你不拍照很認真很快速走的話 差不多45分鐘就可以到了 所以算是一個新手非常友善的路線 不過到小鬼瀑布就是不同等級囉 大家要再注意一下 好啦各位我們全部人都已經上來了 但是我們只是上來大鬼瀑布 我們等一下還要往小鬼瀑布就先進去 那我們繩子架的方式呢 我們總共是用三條繩子架起來的 我們是繞過這個大石頭這一個圈 把它當作一個安全用 然後這邊把另一份它能三等份 這樣再三條不同的繩子一樣用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大繩子主線過去後 我們剛剛才能夠套這個方式上來這樣子 希望接下來大家也能夠安全擬達 我們去前進囉 Let's go 好 各位我們剛剛在一陣爬苦過的時候 一直覺得說 有一個什麼海味之類的 但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 也許是發生什麼 這個動物應該是山腔這樣子 然後可能是 不然是墜落啊 數十六的時候就會死在這邊這樣子 那就是阿彌陀佛希望我們這次與神一切順利 那就希望神貴神祖貴土 Let's go 好啦 各位夥伴 我們後面這邊就是真正的小鬼瀑布啦 就是我們今天旅途的終點 那小鬼瀑布的營視力是不是 比大鬼瀑布再小一個規模 那其實在往上走還有個老鬼 在往上還有個半明星瀑布之類的 但是今天時間應該不太夠 不會安排到那邊 那這邊最有名的重點就是那邊的那個水連洞 那看那個水連洞 你等一下可以人可以 他在那邊待著 其實水不會都太強 然後進去裡面還有坐在那邊的話 然後TK拍出很漂亮的照片 但首先你要先能夠到達還行啦 那我們開始玩囉 請慢請慢 好可怕 到底是在玩什麼 好啦各位我們要往回走了 記得不要留下任何樂策 保護好這邊要環境喔 好多近 謝謝這次影片的合作品牌 NRN簡單綠生活 對洗髮單有興趣的朋友們 也可以去官網了解了解喔 謝謝各位的觀看 覺得這支影片有幫助的話 也請按讚訂閱或按下超級感謝 支持基因做更多實用的戶外攻略 跟著基因一起開發的冒險基因吧 我們要來做看 我喜歡的餐廳